愿意出家 他们非常的赞叹 所以他就会想尽办法 只要你心态正确 他一定会护持你到最圆满的地方出家 最恰当的时间出家 这一点你要相信 你只要愿意经常这样观修发愿 这个过去我们邪见 认为有一个我 我的身体 爱情 快乐 这个是邪见 成功 做住持 好像认为有个东西 你抓到了很实在 这个都是邪见 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保自己的邪见 什么意思 我执 很多人用自己的想法去对对错错 那个是邪见 甚至法执也是邪见 但是各位你要翻邪归一 真正的一子三宝 是依佛为师 是学法杖 是同生海 所以各位要一子四方诸佛 真心的一子 就像我那天讲的 把心 把生命交给本师释迦牟尼佛 交给阿弥陀佛 完完全全 没有 没有个人的想法 这样去观照自己的心 不能够离开佛 那既然以佛为师 那各位不能懒惰 是学法杖 像如果你想要出家 很多人问我出家干嘛 那我说你先看经典 华言经 法华经 令言经 你都要看 这些大乘的经典能够深入 进一步阿含经这些都要看 经看完要看论 因为你没有学佛法 那你怎么知道佛法是什么 那是你不要埋在里面就出不来 意思是说 学以自用 似同深海 那各位要把自己融入于深切大海 我是深切的一份子 然后呢 我所做的一切行为 都会影响所有出家人 所以我要成为深切的模范一样 别人看到我代表所有出家人 我们出家人刚出家就穿这个 这是脚绑起来而已 这个叫中挂 所以就融入在这里面 不要跟人家比高比低 深是清静和和的意思 大家就融入里面 你是皇帝 你是妓女 这个都不用骄傲 也不用自卑了 融入于深海里面 大家平等 都在修行 叫六合境 经典说 一日一夜 短期出家 得二十小节 不堕落三恶道 而且有人天福报 能够以初离心 短期出家 一日一夜 六十小节 富贵自在 如果能够真心的发菩提心 两百万节 所以各位 一天可以成就两百万节的 富贵自在 那当然 我们是把所有的富贵自在 是要回向给众生 供养给众生 所以懂得修行的一天 跟不懂得修行的一天 是不一样的 但是外表大家一样 但是心态 不一样 所以就像我而言 我发心出家了 我知道很难 但是我心不会变 所以在家那两年 对我来讲很宝贵 甚至我在家的两年 比现在出家二十年功德都还大 因为很精进 当然那时候是对自己 我每天打坐 忏悔 看经典 所以非常严谨 因为那个时候有惭愧心 而且是在那种环境 所以对我来讲 如果我下辈子又去做事业 我还是会用这种心态去做 因为无所求 只是因为借这个去度众生 去接近众生 但对他的成功与失败 就随缘 因为失败也是修行 我想生老病死 修行不是不会老 不会病 不会死 而是生老病死 他保持极静跟慈悲 所以我们说那是老修行 对不对 重点在这个心态 所以各位一定要利用 现在开始懂佛法 去培养这种心态 所以当然我们是强调 出离心是为了成就菩提心 离开了出离心 就不可能会有菩提心 所以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心态 最重要 更何况在外表上 大家有真实守戒 短短的六七天 各位如果你好好的持戒 你已经进入圣人之种 出国 俄国 三国 四国 所以进一步还可以追求成佛的果位 所以这个叫进入三寸的果位 声闻言觉菩萨 这个是最重要 这个不会骄傲 这没什么好骄傲 世间做会长 做董事长才有骄傲 这个只是一种责任 也是自己的福报 各位高不高兴 高兴高兴 自己能够懂佛法 懂得出力性 多高兴 而且不会再去执着 爱情 地位 随缘 你反而不执着 处理得更好 老实说了 像你现在有处理心 假设有 你太太有外遇 你先生有外遇 你不会生气 因为你只是同情他 你不是讨厌他 你只是同情他 慢慢引导他 你也不会跟他吵架 因为你有处理心 哪里会吃醋 对不对 也没好生气 而且你对外面那个女生 那个小王 你也是同情他 借机会跟他喝咖啡聊佛法吧 因为他们在追求这个世间的爱情 偷偷摸摸 也很苦的 对不对 对你来讲你怎么会 所以各位你问问你自己 到底有没有处理心 就问这个就知道了 如果你觉得你这个事情 你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你跟你女儿要吵架 跟你妈妈要吵架 跟你婆婆要吵架 跟你先生太太要吵架 这完全没处理心的人 所以各位要知道 处理心的味道是什么 因为不懒着一切 不懒就是不爱也不恨 他可以接受 这个才叫处理心 所以当境界来了 你想要生气 想要骂人 想要批评的时候 你赶快 赶快念佛 这个叫修行 我喜欢你 不要开口去骂人 或是用眼神去瞪人 这不要的 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 像我这个人 我比较内向 老实说 现在在台上我会讲 你叫我去台下 我都像龟孙子一样就跑掉了 师父 嘣 我就跑掉了 因为 找我的 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我都说 你找我们法师就好了 我这个人很内向 很怕受伤的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 因为我不太谈世间的事情 所以 因为 修行就是修行 当然 如果你要问佛法 你可以当众问 都无所谓 但是 这也没什么 但是 我还好是因为 我还会知道别人想什么 所以有时候要问我 他还没开口 我就跑掉了 这不用问了 所以 只是我在内心里面 我不喜欢 攀缘 世间的缘 我不喜欢 因为我只是觉得 这个太多事情要做了 要去利益众生 有利益众生的事情可以了 其他的 有些事情不用 找到我 你可以跟别人聊一聊 那你要找我 我发菩提心 来吧 但是你也不能骗我 有没有发菩提心 我看你也知道 所以 要的是真心的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各位要让自己 得入圣种 勘招佛位 那是你的动机 你已经决心这么做 虽然我现在 癌症 剩下两年就要死了 半年就要死了 全身是病 然后穷的要死 你依然可以成为圣种 对吗 这个跟你现在的 外表地位没关系 所以各位 你修行一定要 自己知道 自己在干嘛 这样就好了 今天就算 海淘法师被逼还俗 然后去扫垃圾 去清水 我还是笑笑的 因为这跟我修行没有妨害 修行是在我内心完成的 每天帮人家倒倒大便 清垃圾 这也是功德 所以一样可以利益很多众生 所以我现在每天 我对厕所都很好了 我每天就拿个好吃的 大小阴众生 哄啊哄 发菩提线 这样 我看厕所以后 一定会对我很好 因为每一个地方 你都可以对它很好 因为你是用佛法 佛法不是在做给人看 佛法是24小时都用佛法 这个得入圣种 你要让蚂蚁都看得起你 你要让一个小鬼都看得起你 因为你的心在一个 出离心 悲心 佛教的四种真上心 再念一下 来 因果心 出离心 大悲心 菩提心 并不是有后面就没前面 因果心是基本 在外表形象是断恶修散 但是却不执着 为了众生 为了成佛 所以 但是它的基本 当然你要大悲菩提心圆 还有一个空性 还有一个空心 好 那各位呢 希望你们大家都真实得到这个借题 在你的 虽然你外表没有长期出家 在你心里就得到了 好不好 如果你这一次回去一段时间 我看你像出家人 你成功了 出家人要有出家人的 唯一一个人感受 这么干净 这么放下 这么自在 你也不能一天做紧张兮兮的 虽然没有做坏事 还紧张兮兮的 或是随时想要爆发生气的样子 那个都不算 或是有忧郁症 那也很难修 因为自在 随缘 自在 不分 在家出家 各位要抓到这个重点 我记得我受 三坛大劫的时候 在高雄 庙通市 受戒 那么到了晚上 当然宣布是过午不时 结果呢 哇 跑出来 都是牛奶面包 我那时候就想 这些老法是真慈悲 因为年轻人 所以 真正利益众生比较重要 所以 爱喝牛奶就喝牛奶 爱吃面包的就吃面包 不吃的就不要吃 但是大家 和谐相处 所以 这是一种 很 很体贴对方的 方法 大称佛教 就是不能硬 大称佛教的路道之门 叫柔软心 那身文称 它就比较硬 很硬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为了 因为我不能迫害到我的戒律 免得妨害我解脱 那大称佛教就是 配合众生 所以观音菩萨 非常非常的柔软 那是我以前 刚去 斯里兰卡 我以前常去 经常被骂 他说你们汉人 意思是说 我们台湾人 为什么拜 拜有头发的呢 我都听不清楚 你们为什么拜女人 有头发的呢 我想说 你在讲观音菩萨 他说对啊 那我只能说 我说 你们不认识他 你要是认识 你就不会这么说 这是他们可惜的地方 如果他了解观音菩萨 早就成佛来 视线 那就不一样了 后来他们还给我说 你们不但拜女人 还把经典拿来拜 经典是拿来读的 怎么拿来拜 我想 为什么 原来我们在拜水灿 他们说 我们在拜经典 这个就是 在南传佛教 很硬 但是他却不了解 他也不愿意去了解 如果他了解 大乘佛教的殊胜 他也会去修大乘佛教 问题就是 有个骄傲 傲慢 认为自己是对的 而看别人不对的 你就没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认为 大乘经典说 小小戒可以舍 一切要想着众生 所以 如果你一离开了 一舍弃众生 就入魔 入魔障 所以 当然这个 持武也好 这一点 如果你持武 那是个人的因缘 但是千万不要去 看不起 不持武的人 不要去 因为人家的功德 搞不好比你大 因为他是站在 入室的立场 就像观音菩萨 这个意思吧 修行佛法 很重要 善知识非常重要 他给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 观念 修学佛法 道场也很重要 这个道场 清不清净 动机正不正确 这个道场是属于 出离心的 那他是不是真出离 这个道场是 大乘佛教 修慈悲心的 他慈不慈悲 这个要分清楚 那这个道场 清不清跟慈悲 是按照那个善知识 这里面的注重 是不是符合这个心态 所以 当然还有一点 现在很多人修密宗 密宗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动机错 反而弄错了 或是心里认为 修密宗比 汉传佛教的经典 还好 这个更是大错特错 因为经典是佛 亲口所说 论 不过是主师大德 主师大德 怎么跟佛比 要这样看 但是很多人 因为修了密宗 却不看经典 那就很可惜 但是我认为 汉人很有福报 因为我们汉人 懂得汉语 看经典 那你又修修密宗的精髓 那不是很好 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 偏一边 或是说你是汉人 你会看经典 但是密宗的精髓 这些语鬼 你不想学 那好可惜 因为现在很多人 很喜欢 念 透过这样可以让他懂佛法 也得到三宝的加持 为什么要反对 不需要 不需要 就像各位听安妮这样唱 快不快乐 发愿要学 好不好 只要你有去受过 世生法的观点 到处都有在传 那你就可以学 我现在最大的目的是 把它转成中文 用中文来唱念 而且会很专心 也会不能敲锁 对不对 让自己很专心 所以在不单他们超度 不是念阿弥陀佛 他们超度就是念世生法 把这个人 往生者 刚往生的尸体 观想 布施给众生 让他做功德 然后在西藏 再把他拿去做天藏 真正的尸身 让他有这个福报 去极乐世界 所以对我们 不需要排斥 我们要去了解 了解 所以所谓的良师 我必须告诉各位 如果这一位师父 排斥南传佛教 或排斥汉传佛教 或是排斥密宗 你都要小心 因为他的眼界不够宽 所以也不能叫善知识 一个善知识对他来讲 万法是平等的 世间法也是佛法 世间法用一个正确的心态 可以把世间法做成佛法 因为不能执着 有这个法直 有这个高跟低 或是看不起别人的教派 或修行 他已经落入一个不好的 所以各位要 念一下 依法不依人 我们去清净良师 是因为他这个法 而不是他这个人 我发觉很多人很喜欢 我的师父是谁 我一辈子就是谁 我其他也不改 反正就是这样 那你很可惜 非常可惜 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善知识 他们身上有太多的优点 所以阿提侠尊者都说 他有147个善知识 环音经要叫善才童子 至少要清净53个善知识 这样你才可以成佛 你不是不要感情倾向 这一点我发觉很多 修藏传佛教 有一点这种感情倾向 这样子我认为他不出去 他就没办法广力众生 就在他们团体里面 在那边绕啊绕啊 这个就不是真正的菩提心 所以既然讲到当一良师 那我们要知道 良师有很多 虽然你跟我不同教派 你符合良师的资格 我更要亲近你 知道吗 因为这个世界上 我们找良师也是未当众向 虽然我没办法学这么多 但是帮众生找到善知识 让众生去亲近他 那是应该的 而不能说你亲近我师父就好 你亲近我上师就好 这个又有门派观念了 这就是眼睛不往外看 这也是个傲慢 这个世界一定有很多善知识 我们是要介绍善知识给众生 而不是你喜欢 你有缘没缘 这一点各位一定要抓住 所以要勤求解脱 不分在家出家 各位轮回是苦啊 所以解脱才是真正的平静啊 生命的意义 谁希望苦呢 所以不要再去追求苦 千万不要造恶业 乃至前面这十条戒 不能破掉 这样你就 生前的伦理唯一就被我们伤害了 自争苦业 又造了痛苦的恶业 常记此语 以智侧情 所以人要有一个责任感 进一步对外要有一个使命感 虽然我是个三宝弟子 我一定要做三宝弟子的样子 在任何时间 我可以骂他 但是我是三宝弟子 不行 要保持威仪 保持慈悲 因为我这个三宝弟子去骂人 别人就会看不起三宝弟子 是吧 那这样不是伤害了 所以各位你们这几天 记住哦 虽然来来去去 印尼人没多少个 你要表现好一点 他们印尼人 嗯 嗯 不错 这样 对不对 不错 各位表现好 搞不好明天就夹菜了 对不对 人家 这群人还不错 对不对 所以 那 就是一定要时时刻刻知道 也要让三宝 我刚刚要跟各位讲 这旁边这些三惊鬼 媚一大堆眼睛瞪着 这批人在干嘛 好 你又让他们看到古时候的出家人 因为这个四水爪哇一带 以前都是佛教徒 现在很多乡下还是保留很虔诚的佛教徒 好 那我们要表现出有佛教徒的慈悲啊 柔软啊 所以善待对方 所以去感动对方 好 打开生命电视台 就是打开您的心 打开您的心 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 把爱 慈悲 平等 清静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 打开您的菩提心 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组长周志豪 教员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请落实防疫措施 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 要赶快就医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第一 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 对角要各开一扇窗 并注意环境清洁 第二 餐点分贝 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请量测体温 清洁双手 以及佩戴口罩 第三 搭乘学生交通车 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说在古时候 有一位国王叫庙庄王 他有三个女儿都到了出嫁的年龄 大女儿妙音和二女儿妙园 都依父亲的安排出嫁了 剩下三女儿妙善 说什么也不肯嫁人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看你两个姐姐 她们多幸福 孩儿不想出嫁 孩儿想出嫁 什么 你要出嫁 你是公主 出嫁为你会惹百姓的议论 本王不准 孩儿心意已决 请父王成全 这 这 要是你执意出嫁 就不再是本王的女儿 以后就不要住在王宫 请恕孩儿不能在床前静笑 孩儿会前行修行 以求修成正果 将来帮助父王 脱离六道轮回之苦 这孩子 后来 妙庄王得了重病 药食无效 大王 您的病能够治得好 大师快说 本王的病怎样才能治好 这 大师但说无妨 这个方法就是 以大王治亲之人的手和眼睛做配药 才能治疗您的病 这 过于残忍了吧 此事关乎大王的生死 不如请大公主和二公主过来 问问他们的意思 好 宣他们进宫 父王 孩儿没有了眼睛 以后还怎么相复教子 孩儿刚刚怀孕 没有了手臂 让孩儿怎么养育孩子 请父王开恩 饶恕我们 罢了 你们退下 谢父王 大师 除此之外 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 办法倒是还有一个 不过要碰碰运气 大师快说 在香山上 住着一位专门救度众生的仙长 要是能找到他 得他相助 或许还有机会 为了表示诚意 需要您亲自去 大王 仙长就在这香山上 我们不能陪您上去了 要是遇到危险 您发射这支响剑 我们马上去接应您 来 来 来 我 你是香山仙长吗 孩儿不孝 让父王受苦了 你是妙设 你怎么会在这里 孩儿离开王宫后 一直在这里修行 哦 你桌上供奉的可是千手千眼观世音 是的 父王 千眼代表透彻一切万法的智慧 而千手则代表种种寄生力重的方便 表示维护众生 法力无边 千手千眼是用形象化的手法来显示观音的大慈大悲 智慧无边 神通广大 原来是这样 父王 你为何会来这里 这 本王是来游山玩水 看到你很高兴 本王要回去了 父王 请您不要瞒着女儿 爱实不相瞒 本王已经病入膏肓 这次来襄山 是向襄山仙人求医 那怎么样能够治好您的病呢 这件事不说也罢 请您告诉我 这 需要至亲之人的眼睛和手做配药 本王已经愧对于你 不能再让你为了本王做出这样的牺牲了 父王的心意 孩儿明白了 请父王在这里休息一夜 明早再走 父王 父王 妙善 你 父王 请您喝药 苍天啊 求你让我的女儿再长出手眼 我愿意折受偿环 此后 妙善王令人在香山修建寺庙 专门四奉 牵手牵眼 观世音菩萨 彰显他 人孝 慈悲的美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